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2020年全台宣演 但是之后马上碰到疫情 否则的话他一定会有更多的回响 我个人认为 那不过呢没有关系 现在疫情已经这个 这个过去我们进入后疫情时代 大家生活通往恢复正常 当然可能很多人期待 是不是这个舞台剧还会重新的上映 可是现在哦 他比舞台剧更方便 让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 因为他以电视电影的方式呈现 但是一出舞台剧哦 要变成电视电影 他其实很多地方都要做非常大幅度的修改 不过呢在这一出里面不变的是女主角本人 舞台剧跟这个电视电影 都是由同一位女主角单纲 今天他也来到现场 就让我们欢迎 最后一封情书 这部电视电影里面的女主角刘瑞琪 欢迎瑞琪姐 大家好 大家好 还要来请到的这一位大帅哥哦 也是这里面的男主角李少奇 欢迎少奇 谢谢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先来讲一下就是 这一部刚刚已经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小不小大家有没有在舞台剧的这个 就是之前在2019跟2020年 有没有在经过剧场去看过这一出舞台剧 如果看过的话呢 当然大概知道里面的内容 没有看过的话没关系 等一下我们两位主角会讲给大家听 那重点就是在今年全民大剧团 跟客家电视台一起携手合作 把舞台剧改编成影视作品 这一部主要在讨论的其实就是 善终这件事情 善终这个主题 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也讨论过好几次 大家记得就是在我们清明节的时候 还特别在清明节当天 谈了有关于安宁病房的事情 是 我们那天特别请到的是这个 台大安宁病房的这个 就是安宁聊户团队的主主持人 来跟我们聊 我们那天也是聊的 我也是哽咽 不断的哽咽 就是人每一个人都有 都会走到那一天 我们自己走到那一天的时候 当然我们现在难以想象 可是有的时候不是只有自己 其实是你的家人走到那一天的时候 你最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这个当讨论人性跟情感的这种作品 是最能够获得共鸣的 那所以我想先请教一下瑞琪姐 就是你可不可以告诉大家最后一封情书 这一个故事主要的故事大纲 还有探讨的议题 主要是什么 就是刚刚同文讲就是 我们最主要探讨的就是善宗权 那一般像现在大家很多 资讯很发达 比如说如果是我自己的话 我比较能够决定 我可以跟我的兄弟姐妹 甚至我的小孩子 如果我有小孩的话 我可以交代就是说 万一我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 千万不要急救 不要插管 不要做无效的治疗 对 那可是当我们真的面临到自己的至亲至爱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做这个决定 然后牵扯到还有一些亲朋好友的 一些观念意见的问题 所以我很开心的就是 也很庆幸能够串演这部戏 讲的是善宗权 那我觉得全民大剧团最厉害的就是 我们念祖导演 他用比较喜剧的包装 我们的老少佩来包装这样一个从前面 现在姐弟恋真的是一个 母子恋 不要讲母子啦 太夸张了 外形看起来也不像啦 对不对 外形看起来也不像 有有有有有 然后其实最重要我就讲说 男大于女其实是OK的 那女大于男有时候常常 处理不小心的话就会别人说 哎呦好恶心喔 对这个先撇开不讲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用喜剧的包装 来讲这个生命的大课题 善宗权 我们如何掌握自己的善宗权 如何善待我们的至亲至爱 不让他们受无止无尽 最重要是无效的医疗之苦 这其实跟我们之前讨论的 这个安宁疗户有非常非常雷同之处 那当然大家听到这内容会觉得 真的是赚人热泪 但其实他蛮搞笑的 他的内容蛮搞笑 那大家看到这个今天有人说 哇我们今天现场的这个 YouTube画面实在是非常的赏心悦目 帅哥美女喔 那帅哥当然就是吕孝琪 那可以看到说大家刚刚我先讲 就是说前面大家没有看过的话 会觉得哇真是感人肺腑啊 是非常感动人心的一部电影 当然是啦 电视作品是 但是其实那个吕孝琪在里面 演的是个骗子耶 对 对不对 你可不可以讲一下 你饰演的角色是怎么回事 我饰演那个小汤这个角色 然后他其实就是他从小 然后爸爸妈妈就意外过世了 然后他小时候就 其实就是他的叔叔带他长大的 那这成长过程中呢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角色 他就是从小一直没有得到父母亲的关爱 对然后就叔叔啊 长大之后又带他去骗钱啊 为了生活 对为了讨生活 然后带他去骗钱这样子 然后就 然后阴错阳差到下就是刚好碰到这个女主角 对然后本来安排呢 是这个叔叔要去跟这个女主角谈恋爱 然后要去骗他的钱 然后阴错阳差就变成 欸怎么变成小汤这个角色要去跟女主角 什么看舞台剧啊去跟他相处啊 然后因为他小时候没有被爱过 然后他后来是他喜欢画画嘛 他就是把他的心情 把他的想法 把他的感受记忆全部都用画呈现 那就刚好我们要送画给女主角的时候呢 就被女主角看出来这画中 有一种感伤孤独的情绪 然后小汤这个角色呢 也就终于长这么大 走这么长一段路终于有人懂他 而且是看他的话懂他 了解他 所以那个就一触即发 就突然间天雷勾动地火 对 然后我们待会儿回来继续聊 好好好 电视电影要即将在客家电视台播出的 这一部作品的主题曲 Love Letter 情书啊 是不是 然后呢就是女主角也是我们在现场的 瑞琪姐自己唱的欸 是 哇这个很大胆 眼儿优则唱啊 也 嗯 你干嘛 没有 我突然间不好意思了 不是很不好意思也很感动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 到最后来讲这一个情书的时候是 真的是很感动 我每次听完我自己都会觉得很感动 所以也很开心就是导演让我唱这首歌 嗯 好我们刚刚跟这一部作品的两位男女主角 这个瑞琪刘瑞琪瑞琪姐还有邵琪 聊了一下她的这个大概的内容 其实简单的讲 最后一封情书讲的就是 瑞琪姐她是担任一位女强人 可是她那时候 罹患了 在里面罹患了这个恶性的脑瘤 那当然恶性脑瘤经历过手术之后 其实 你还是希望自己的人生是能够继续 对 那只是到最后 其实她切出好多条路 其中有一条这个一定会有的亲情路线 就是跟女儿之间 对对 为了最后的医疗要怎么做的争执 对对 其实我这个角色叫秀蝶 她第一次开刀的时候 恢复了就很正常了 然后也不是就是 就是会就是治疗的很好 可以正常生活 对然后她就像我们现在一般 我们这种的年纪退休的女人 然后五六十岁啦 六七十岁 我们就去追求自己 年轻时候不能做的事情 比如说登山啦 跳伞啦 反正就是所有的跳舞啦 芭蕾之类 所有的她都去学习 那后来为了某些原因 这个女儿 这个女主角 她本来是跟女儿讲说 她要做安宁的疗户 她要做那个 那个临终的一些契约书 全部都写好 女儿就很生气 所以你为什么 你这个你好好的 你为什么要这个 你不是就是 这意思像现在一般人的观念 好像是诅咒自己这样 那可是我说 我现在很认真的生活 我就是要做好规划 让你以后没有后顾之忧 可是没想到 发生了一些意外 让我必须 这个角色必须 还是在接受 第二次的脑流的开刀 为了就是爱这个心中 无法割食的这一块肉 女儿 我希望这个开刀能够成功 能够多陪她一段路 对 能够让她抚平她的伤痛 然后陪伴在她的人生里面 少一些遗憾 这样 对然后继续再看下去吧 对所以这个是亲情的路线 但是里面呢 当然有爱情的路线 那这爱情路线 本来就是一片诈骗俗指导 那这种爱情的片诈 在脸书上超多的 有没有 专门就是去找这个 看起来是比如说 这个中年以上的女性 心灵极末 看起来就是觉得会 孤独极末冷的这种 那好像在这个故事里面 瑞琪姐的这个角色秀蝶 就被看上了 然后这个熟子党呢 一起要来 本来应该是要 骗财不骗色嘛 本来是不是这样 骗财不骗色嘛 对对 骗到老骗到死 他就成功了 对 他就骗财不骗色 就没想到呢 本来是叔叔要 因为以年龄上来说 叔叔应该比较接近秀蝶的 这个年龄嘛 但是没想到到最后呢 居然是这个演侄子的小汤 也就是邵琪演的这个角色呢 一头栽进去了 那刚刚也有讲到 就是说是怎么样打动了这个 小汤也是一个从小缺乏爱的 长成长的一个个体 那其实比较难的就是 在舞台剧里面 他是国语呈现 但是现在他在客家电视台 他就是要客语呈现 邵琪你会讲客语吗 原本不会 完全不会 因为瑞琪姐是客家人 对 所以还OK 比较快 所以那你是怎么学 你可以告诉我们吗 因为 因为其实我们这个戏本来 预定要再更早拍 但是因为疫情所以就延后了 嗯 然后我原本的角色呢 其实跟舞台剧一样 我是演 我的女婿 对 女婿 女婿变小男友 所以我记得 刚开始我要学的台词只有13句 然后老师其实就是录音给我们听 你说原本你原本设定也是你要演 也是我是演女婿 舞台剧一样是演女婿 对 好 然后我原本的台词大概只有13句 所以就是边听边讲 然后因为客家话跟我们现在讲话一样 他没有跟英文一样那种很复杂 什么道庄文法 嗯 所以就是看着台词听着老师讲的 然后就自己翻译一下 哦什么哪两个字是对照哪两个字 其实我觉得客语蛮好学的 嗯 对 只是后来 啊变成男主角的时候就突然多了好多话要讲 对对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学起来是轻松好玩 而且很有成就感 我刚刚跟他们私底下在讲 我说你们这些那个演员都太强了 就是呃本来你们的这个专长应该是 你们的这个专长是在演演技 可是就是好几位就是出出演这个客家电视台 戏剧的都是不会客语的 完全不会 然后都是硬吧 就是硬背可以背到客语这么溜 我说你们会让大家觉得客语好像很好学 就少奇说我觉得他比英文好学 真的比英文好学 可是我已经难得就是有一些嗯嗯嗯就是那个 腔吗 对对那个腔那个介于 嗯嗯嗯嗯 那些鼻音跟喉咙之间的音比较难一点 好那我们再来聊 既然两位当时都是舞台剧的演员 那从舞台剧改编变成影视作品 你觉得最大的差异在什么地方 你应该深刻印象吧 最大的差别哦 嗯嗯就是角色的调换啊 对你来说 对对对对对 可是像刚刚我跟瑞琪姐在外面聊 就是很巧的是 当初舞台剧版本里面 就有一段跳舞的桥段 嗯嗯 那个时候我其实是帮男主角要去 牵牵女主角要牵线 然后结果其实我在舞台剧就跟瑞琪姐 跳过那支舞了 嗯嗯嗯 然后结果进来演电视电影的时候 就真的换我跳了 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瑞琪的戏部表情很厉害 嗯一般像我们 我舞台剧的经验比较少 他几乎就是常态舞台剧 然后我们导演说 他可以从男演演到南八的 那种各种都能演的这样 对我觉得 他很厉害就是我在那天在看我们的手印 我们自己内部的手印片的时候 大荧幕嘛 在戏院里面看 我就觉得说 这小孩子很厉害 他的那种戏部表情 他都有 嗯 不像说舞台剧他可能大动作 你可能有一些戏部的情感 不用投射到那么多 嗯 可是他都做给我了 嗯 对当我们互相之间可以互相丢情感 可以互相丢戏 那有一句我最印象最深刻 就是我们跳舞那一场戏 嗯 对那个两个跳啊跳啊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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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然后他第一次我转到他的 他的他的他的胸口的时候身边的时候 那一刹那秀蝶 那个少女心被打开了 嗯 对然后自己就觉得哇一股暖流 嗯 嗯 当然我也不知道我背对着他 我不知道他心里他做的是什么表情 可是我在看首映的时候 我一看说哇 他给的那个那个情感真的很棒 嗯 就两个人在那一刹那 真的就在那一刹那是 嗯 就好像有那么一股暖流 嗯 就是打触动了彼此的心这样子 嗯 那对于看过舞台剧的朋友 嗯 如果他再来看这个影视作品 你觉得他们会有什么样最大的不同感受吗 嗯 最大不同感受喔 嗯 我我我自己觉得啦 我那时候看 看看完我们的 嗯 手手印之后 我觉得 哇那个粉红泡泡好多 嗯 我觉得那个 就是 呃影像里面呈现的 就是两个角色的恋爱感 跟舞台剧好像真的差很 差很多 然后导演他拍摄的很好 他不会太刻意 完全不刻意 然后就不小心那个泡泡 就嗶嗶啵啵啵 就很多了这样子 嗯 对我想 嗯 影视作品让大家的视觉上跟情感上 嗯 应该会更饱和 嗯 电视电影它是一集 一一一一一一一 就是一集而已 一集啊 对对对 大概几小时两小时 108分钟 8分钟 比舞台剧还短啊 嗯 差不多 好像 必须要浓缩 对不对 舞台剧我觉得还比较长一点 对对 所以呃可以期待的就是一种很不同的感受 刚刚有人在问 有人在问说 欸那请问叔叔是谁演 欸我们好像还忘了介绍其他的 其他的这个 演员单纲的角色 我们请瑞琪姐帮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 这里面的几个主要角色的视野 好介绍之前我一定要先再强调就是我们4月22号晚上9点钟在客家电视台唯一首播 为什么是唯一首播呢 因为我们播完这一播以后呢 我们就要到各地去参加 参赛 参赛 参讲 对讲先讲完了 唯一首播所以大家一定要看 4月22号 4月22号 对对对对 晚上9点 离拜六号 对客家电视台 然后也有一个网路同步直播 对客家的那个 客家电视台的网路同步直播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锁定 是 那就来介绍一下那个这部作品的其他的单纲的演员 像叔叔呢就是原来是汤志伟 因为他不会讲客语 对那后来我就推荐了导演一个我多年合作 很多年前合作的一个伙伴叫谢奇文 他的客语是讲得非常道地 他也是客家人 嗯 所以他来演这个叔叔的角色是非常的 适合 我形容他是心怀不轨 心地善良又诙谐有趣 很可爱 对然后跟邵琦两个人这样叔叔 搭起来是真的是绝配 对非常好这样子 那另外当然我女儿呢 她也是个金钟影后 叫林陈希 对她跟我已经是不在话下 她第一次进排练场看到我 她就叫我妈妈 从妈妈现在叫到 叫到现在她儿子现在都叫我阿嬷 哈哈哈哈 所以我们的默契很好 包括到我临终的时候 她亲我啦 她任何的互动我都都让我起鸡鸡鸡鸡鸡 因为我真的就像她妈妈一样 对然后那种情感就是非常直接的 对那还有谁啊还有谁啊 还有你出现在你幻觉里面的一故老公 夏金庭夏宝 我觉得她这个角色是最难的 很多人以为说她是灵魂她是鬼 其实她不是 她也可以说是秀蝶的化身 也可以说是真正的就是一个前夫的一个灵魂 为什么 因为秀蝶在她临终的时候 对她做了很多无效治疗插管器切打强心针电击 所有不用无所不用其极的就是为了 留住她一口气等女儿回来见她最后一面 她就整个的大体被折磨到片体鳞伤 所以在秀蝶的心里就是讲到最后的善终 就是说你一个自亲自爱 你让她无法善终 你为了只是要撑那一口气 我常常讲就是说我们是旁观者 不管我们多爱这个人 我还是个旁观者 那当我如果可以设身处地 讲说如果我是她的话 虽然我无法表达 我无法说可是我是会痛的 而且那个痛不是痛而已 是酷刑 对所以 不行讲到那种 讲到这个我也要哭了 对所以我觉得说 面对我们的自亲自爱 我们要用爱用智慧用良善的心 来设身处地的去 不要担心别人怎么说 然后要也不要不舍自己的不舍 因为我们常常割舍不掉的 就是自己的不舍自己的不甘愿 自己的痛 对当我们面临到这些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舍 我们才能够让我们的自行自爱能够好走 就是亡者临安 生者才能够心安 其实刚刚瑞琪姐讲到这个部分的时候 感觉那个情绪其实是非常的高 就像我说我们在清明节那一天 我记得我访问那一位台大的安宁医疗团队的主持者 他在讲一些故事的时候 我也是哽咽到就是真的是聊不下去 所以你在这里面 其实应该有很多时候是情绪满满的 对不对 在饰演的过程当中 我们两个到了后面几乎每天都已经是 就是我们我们十天的工作 然后就是从早到晚 从早到晚 对 尤其到了后面我们是在医院 你那种情绪是 因为我秀蝶来讲 我是为了撑住最后一口气陪我女儿走 我的最后一段路要陪我女儿 然后对于这个 小汤 小汤 对也是歌舍不下 因为我一辈子没有被爱过 秀蝶这个角色没有被爱过 然后得到了他的这种的那种很 很忘年之交的那种爱 然后希望他能够陪我跳最后一支舞 对 然后你讲一讲你的心情 他那天也哭得稀里花了 对 就是因为我是第一次演这个影像作品 然后第一次就演男主角 然后其实我在开拍之前 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准备 因为他跟舞台剧太不一样了 舞台剧可能一出戏 你可能两三个月大家密集工作 就是彼此会有熟悉感 对就是怎么讲话怎么丢结 可是影像不是 就是自己看着剧本 然后到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完全不知道 然后我真的是在最后一月那一场 才突然发现 哇原来 小汤这个角色 这么爱秀蝶 就是说我那时候也是很控制不住我的情绪 可是我们剧组就很专业 也看到我们都在状况内就是拍得很快很顺利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谢谢这个剧组 对对对对 大家的默契都很好 真的是让人非常非常期待 我就是100多分钟 108分钟 非常精湛的这些演技的演员 要带给大家最后一封情书 舞台剧改编成影视作品的版本 电视电影 那4月22号礼拜六的晚上9点 在客家电视台播出之后 希望大家要看 对大家一定要看 那今天我们的男女主角刘瑞琪 吕少奇在这里跟我们介绍 跟我们分享 也看到了很多 其实你在看电影的时候 你看不到的一面 非常谢谢两位 也希望大家给他们支持 那我们就当天晚上见了 好